《古人留下来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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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惠灯问道》节目 我是主持人孟昕 相信在座的各位朋友 都是经历过小学 初中高中 层层考试的层层筛选 最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 成为了天之骄子 大学的生活很新鲜 同时也有很多 让我们无所适从的地方 那么如何在我们人生关键的阶段 做出未来的选择呢 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 找到人生未来的方向呢 那今天我们围绕的话题 就是这些让我们感到烦恼 和困惑的问题来展开讨论 那接下来 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们尊贵的词诚罗珠坎布 谢谢 那不知道第一个观众 谁想来提问一下呢 这位 坎布您好 您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就是我们知道 不管科技还是人文 都是逐渐在发展 和逐渐完善的 先生的会取代老旧的 但我觉得佛教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现代人读的还是古人留下来的经典 那这样的佛教会不会太守旧化了 那为什么佛教不能与世俱进呢 佛教是需要与世俱进的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呢 比如说佛教里面的有些内容 虽然是这个 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一些观点 那个时候的一些对世界 对人生的一些观点 但是呢 从现在这个角度看起来 还是很多都是非常新鲜的 比如说佛教里面讲的一些 我们人的一些 解决一些精神上的问题的方法 以及就是比如说 这个世界的 未观世界的这个结构等等 这些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新鲜 到现在看起来 一点都不落后 一点都就 非常具有前瞻性 对 但是有一部分呢 你说的非常对比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文化北京 因为这个佛教就是在印度 那么也就是时间也就这么早 就两千五百 接近三千年这样子的时间 那当时的这个文化北京 还有当时的这个环境 下佛陀讲法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呢 就是为了当时的人 比较能够容易接受 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内容啊 这个内容也要 现在要更新 一定要更新 要不然的话 就可能是现在人就接受不了了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但是这部分的内容是不是很核心的东西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佛教的这种传播的方式 传播的方式 这个是需要这个与世俱进 因为这个时代都在变 而且变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这样子的话 比如说佛教里面的一些方法呢 它是给当时的人讲的 那么那个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呢 可能是比较合适合 这个佛教里面的有些方法 但是现在 这些方法 我们如果放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话 可能有些是不太适合的 对 已经过世 有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部分 比如说传播的方法 表达的方法 以及比如说很多的佛经 比如说韩传佛教的很多佛经 就是唐朝的时候的这种文字和表达的方式 后来呢 一直都没有什么这个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读起来的话 那很吃力的 然后甚至有些时候都 就本来佛教里面这样的内容 就比较深奥复杂 然后呢再说这个文字和表达的方式 都就是后来没有更新 几乎就是没有一个百华文的这种佛经 那这样子以后呢 很多现代的人读起来 就是有点吃力 这些方面是需要更新 如果这些方面 如果不于是基金 还有就是佛教的一些观念 一定要跟现代的这个生活 要一定要接合起来 要结合起来 如果不结合的话 那可能是就很多人也就 就可能不能不好容易接受 这个方面是要于事俱进的 谢谢这位同学 好的谢谢您 但是堪布据我了解 咱们现在佛教就刚才这些问题 其实也在做着自己的努力 对不对 对 尤其是比如说在传播方面 选择了用新媒体来推广自己的传播方式 对对对 还有就是有一个是要跟现代的一些观念 要结合 其实佛教里面 尤其是大乘佛教 它是非常非常开放的 非常人心化的 我们对佛教的一个最大的无解是什么呢 很多人觉得佛教里面太多太多的规矩 对 然后呢我学了以后呢 这个有太多的东西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对对对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然后有太多的约束 这个就是到时候就是成为一个一种压力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学 其实不是这样子 其实不是这样 从外面看起来 这个佛教里面 尤其是大乘佛教 比如说它的宗教的这个色彩是很浓的 比如说我们进寺苗 各方面都有寺苗 有寺苗的规矩等等 特别特别多的 但是这些规矩呢 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它不一定是一定要这么做 只要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在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东西是怎么样 比如说大乘佛教 它的原则 它的核心 就是利他 就是利他 自利利他 对自利利他 如果你有这种自利利他的心 你的东西和目标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方式它怎么样都可以的 而且更多的规矩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升起这个恭敬心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 那不知道还有哪位同学想提出自己的问题呢 这位同学 看木你好 感谢您今天来这里 我的问题和刚才的同学的问题有点类似 就是佛教您刚才也说到了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宗教 它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 那么现在的科技发展特别的迅速 尤其是目前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 那么我想问一下 它会不会对佛教有什么冲击呢 如果有的话 应该如何做出解决 谢谢 对对对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对佛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新科技的一些观念 有些地方在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佛教的观念和理念 就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佛教里面讲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宇宙观 世界观里面的微观世界 我刚才讲的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的地方了 而且它一直都走在这个科学的前面 比如说 首先是这个经典物理学 然后就是这个相对轮 两子理学 这些无理学 非常非常高端的这些科技的这些成果出来了以后 这个不单是跟这个佛教没有任何的冲突 而且它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这么讲 它已经印证了很多很多佛教的未观世界的一些观点 互相得到了印证 对 但是在宏观世界方面 因为当时就是印度 大家都这么认为 它的这个宇宙观 世界观 它不是这个日星论 它是地星论 对 它不是说 它是地星论 不是日星论 对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当时就大家都认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地球是这个宇宙的中心 那么所有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天体都在为我们砖 都在我们的这个周围砖 那是一个实觉的一个带来的一个错觉 但是当时的人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高科技 因为他缺乏先进的仪器去观察天体 对 对对 他是没有这个条件了 没有这个条件了以后呢 大家都这么认为 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 那就佛教 佛他有些时候也先不去懂了你的这个想法 这个本来就不是很重要 就是先把你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我再给你一点其他的东西 你其他东西 这个呢 对你来说 对你的生活当中 生命当中是最最最重要了 然后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去争论一个不太重要的这个观念上 然后呢 我要去观输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你又不能接受 就在这个上面呢 就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 这个就断掉了他们的山根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他就没有机会去这个学习佛法了 所以佛就把这一部分的东西呢 先忽略了 那你怎么认为就 就就就就就怎么样 这个我就不跟你争论了 就随顺你们就好了 就随顺 这个叫做 佛教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这个叫做 随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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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要配合一下 你都没关系 这个观点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不争论 有一部分是这样子 佛当时的这个 这个考虑了当时的人 当时的文化 北京和当时的一些印度的宗教的信仰 这样子的北京下产生的一些东西呢 佛当时也就没有那么的这个 去去反对 那这个部分呢 比如说现在 科学的这个宇宙观 那就不是这个地心说 是日心说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这两个是有有有有冲突的 有冲突的 这个我刚才讲的有一部分是需要这个更新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那另外的部分呢 比如说 像微观世界 然后呢 差不多是这个二十多年以来的 这个脑神经科学家的一些新的这个发现 还有声明科学里面的一些重大的这个发现 还有比如说量子力学里面的 非常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些这个发现 这个这些呢 跟佛教是不但是没有任何的冲突 而且佛教完全可以印证他的东西 他的东西完全可以印证佛教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这些方面呢 它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冲突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佛教的 有一本佛经叫做这个大涅槃经 大涅槃经在寒传佛教里面是比较重要 藏传佛教也是一样 这个在整个佛教里面这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有这么一本 有这么一本书 那么这个里面呢 讲过了佛就是说 未来啊 我不跟这个诗人证 诗人会跟我证 那是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跟诗人证呢 诗人的比如说他的眼耳鼻色深 诗觉看到的 然后呢听觉听到的 修觉闻到的 初觉莫到的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某种层次上是对的 虽然这个不是一个最终极的这个真相 但是呢在某种程度上 至少我们的现实生活 至少从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了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对的 所以呢 我不会跟他们证 但是呢 比如说佛教这样的一些神傲的东西 诗人就是不能理解了 所以他们会来证我 但是我不会跟他们证 然后呢 世间的这些有智慧的人 说有 说存在 说肯定的 我也肯定 然后呢 这个世俗当中有智慧的这些人 非常有智慧的这些人 他所否定的 他所否定的 我也会否定 他有这么一句话 这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今天 这个世间的有智慧的 第一 科学家 知学家 对吧 这些人 那么他们的这些 正确的这些科学的 这些正确的这个成果 这个佛他永远也不会否定 就怎么样 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看 这个世界就这样子 否不反对 但是他不是他的真相 如果我们换一个纤维镜来看的话 那这世界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结果 结论 我也不否定 那纤维镜呢 也有很多不同的纤维镜 对吧 用电子纤维镜去看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我也不反对 反正如果用你的眼睛去看的话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换这个纤维镜 普通的纤维镜去看 那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 也是对的 然后呢 用这个电子纤维镜 高北的这个电子纤维镜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结论也是这样子 就是这些都是都是对的 这个要你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就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这个工具 去认知 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这些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都是对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说佛就是说 我不会不会整 我与世人不会整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有很大的一个空间 是就未来的这个 这个科学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说发现的这些真相 真理 虽然还不是一个终极的真理 但是呢 这些都可以算是 算是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呢 可以算是真理 这佛都不会反对 佛都不会否定 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 一个总结性的 就这样子的话 这个佛教里面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 真正的这个科技发现 科学发现的这些成果 跟佛教的这些这个理论 他永远都不会有有冲突 永远都不会有任何冲突 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那还有哪位同学想去提问 这位 康姆您好 您好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啊 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国家 很多发达国家里边呢 他说佛法并不是那么的发达 学佛的人也比较少 反而是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 也相对比较贫穷的一些国家 学佛的人比较多 那佛法里边说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你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的 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我想这个是历史的原因 历史所决定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当时 他就是出现在亚洲 他没有出现在欧洲 也没有出现在美洲 这样子 如果释迦牟尼佛当时在欧洲 当时在美洲这样子的话 那么今天佛法最形成的地方 不是亚洲 肯定是欧洲美洲这样子 但是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 就是出现在这个 就在引渡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是历史的原因 所以那个时候的交通 各方面船舶的工具 也不像像今天怎么容易 也没有飞机 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的轮船 这样子以后 他们要夸这么大的海洋 到彼岸去船舶 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佛教把这个印度 就作为一个中心 然后就是传播了这个 服侍到这个东南亚的 各国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历史决定的 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有佛教的地方 是不是比较贫穷的地方 这个比如我们可以怎么讲 比如说因为这跟工业革命 有关系 工业革命呢 也不是在我们东南亚开始的 所以是在欧洲 所以他们的这个经济呢 发展的稍微快一点 然后呢这个 因为我们比如说 东南亚很多地方呢 这个科技这些起步的比较晚一点 对吧 科技的起步稍微晚一点 这样子以后呢 这个跟这个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都是客观因素 或者是历史的原因 这个并不是 我想跟这个佛教的山有三宝 没有太大的关系 比如说当时在印度 这佛法比较兴盛的时候 比如说有很多很多人是非常非常虔诚的 然后呢他们也特别特别的这个喜欢 经常去供养佛呀 还有去修苗呀 积累很多很多的福报 那么那个时候积累福报 种下了很多很多这些山的这些人 做很多山事的这些人 是不是今天的这些印度人呢 那不是 肯定不是 这些人有可能到这个田节也好 有可能到欧美也好 可能有可能他们现在在这个比较发展的国家当中 在享受他们的国取的这个福报都有可能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认为 这个比如说印度人永远都投身到印度 然后呢欧美人永远都是欧美 他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有这样子的疑问 这个很有代表性 很多很多人都问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些比较多的因素 过去种下的山音不一定这一世来得到 对不对 他有可能去发达国家 去享受他的之前种下的这个福报 这都有可能 对 都有可能 对 那下一位同学 刊部你好 你好 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关于我学习生活中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的社友 然后不顾他那感受 然后就是乱翻别人的东西 气氛他的隐私 而且就是该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觉 跟他说了他也不听 然后请问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有几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啊 用的上不你看看啊 比如说你的一些因素的东西非常非常隐私的东西就 监督绝对不能给别人看的 你锁在你的箱子里面啊 每个星期换一次密码 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对 就要给他这个机会 对 这样子就他也没办法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你这个不是很隐私的东西 他来翻一翻 你也别太计较了 反正这个也不是很隐私的东西都没关系 对吧 愿意看就看去吧 对对对对 看就看去 这是第二 第三的话 比如说你们的亲室里面有四个人或者八个人也好 你们开个会民主决定 我们晚上什么时候睡 早上什么时候气 然后呢 其中决定了以后 大家商量民主决定了以后呢 然后如果有一个 其中有某一个人不遵守这个规矩的话 那就适当的 就惩罚一点点法款之类的 或者说今天卫生你扫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就 这样子以后呢 我想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就更重要是 用一些擅脚的方法 对 让大家不太反感的情况下 把这个问题说明白了就好了 对 如果这些问题 你比如说后面的这个实在是不关用 没办法的情况下 那就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是可以的 你要人是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 诗音的这个能量 力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你比如说 就你在某一个环境当中 你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特别糟糕啊 心里不接受 抗拒这样子的 这样子以后呢 周边的某一件事情 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都会影响到你 让你特别特别烦躁 嗯 然后你就开始接拿了这个环境 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 这个 你相适应这个环境以后呢 你就可以调整 从内心当中去调整 调整好了以后呢 比如说 哪怕最再大的这个声音呢 啊 这些都不会影响到你 你要 实在不行的情况下 那就不要要求别人啊 就调整 要求自己 对 对 这样子应该 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 谢谢 谢谢看部 因为如果说我们自己 没有办法改变环境的话 就只能通过改变自己 来适应这个环境 对 总不能让自己永远不开心 这不是吗 对 对 那非常感谢 看部的精彩解答 那也希望 今天看部的解答 能够解开大家心中的疑问 那我们下一期 会登问道 再见 谢谢看部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